小段今天在這個拍桌啦 又幹嘛的這個畫面 其實我覺得民眾會有一個納悶 如果小段這麼清楚的 知道問題在這些地方 你選錢怎麼不說 你選錢就跟民進黨這些人講嘛 你就跟他們講說 不對你們這樣不行 不要再叫我去打 這個侯友宜的什麼奇怪的案子 不要再叫我去做這些事 我們就針對這些東西提出建言 民進黨來做就好 那你不要 你們都沒有 所以你選候出來 我認為當然就是 一定要做給大家看 就是說民進黨有在改革了 有在檢討了 有在痛定思痛 可是你回來看這整件事情 因為段寧康他有把這個 賴清德罵了一頓 然後也把蔡英文罵了一頓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那民進黨現在到底在幹嘛 是在內訌嗎 還是他們真的要怎麼樣 因為立法委員的這個職責 我說實話他要監督 可是過去有很多的案子 是在立法院裡面 由民進黨立法委員 強勢通過的 所以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就是說一個當時配合政府政策 配合民進黨政策 所幫忙推動的這些立法委員 現在反過來批評講說 你們都沒有考慮到人民的感受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這樣子 民眾是沒有感覺的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 你當你這樣強力做下去的時候 民眾是會反感的 這不也很奇怪嗎 所以我不知道民進黨要不要先媽媽 民進黨立委要不要先媽媽自己說 對不起我們做了當時的幫兇 搞到變成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段一康 他的這個裡面有一個 郡公公 我猜個話 剛剛這個行政院的秘務長 就卓龍台出來回覆 說段一康你厲害 不然你也選黨主席 真的真的 剛出來回覆 行政院的最新回應 這就是怎麼樣 現在就是黨內互打給大家看嗎 這個還是回應給人民看 但我講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很簡單 你想想看 賴清德原來的角色是什麼 賴清德之所以接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是民進黨當時 蔡英文的民調非常非常低的時候 所以賴清德那時候被視為 叫做民進黨的救世主啊 民進黨因為的民調 尤其蔡英文的民調 因為有賴清德之後往上提升 結果沒有想到 當了幾個月的行政院院長之後 賴清德有完了 跟著一起死 民黨現在當然要趕快想盡辦法 如果蔡英文已經沒辦法 再選2020的時候 我總要保一下賴清德吧 所以他真正的話是什麼 你知道我告訴你啊 他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蔡英文請你放手吧 讓給賴清德吧 賴清德現在還是去做行政院長 把權留給他吧 阻隔權給他吧 讓他有機會做事嘛 所以要認真的盤諜 讓賴清德可以負起責任 蔡英文你就退到第二線去 但是這樣講太白了你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罵兩句賴清德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你看吧 你們都沒有做好 代表什麼沒有得到人民的 那我們就問嘛 段委員請你跟大家說一下 人民真正想給你的教訓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你在這個裡面 你把人家大家都罵完了 好現在變成是行政院也回來 不然你做黨主席 行政院也管不到民進黨的 黨主席選舉好嗎 嗯 好